基督徒临终信佛 念阿弥陀佛佛号 竟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大家好 我是茉莉芬邦 今日内容乃节录自佛弟子如刚的文章 谢谢 今天是2013年的最后一天 仅以此文纪念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吕氏 小学二年级学历 于2013年10月10日往生 享年68岁 我的母亲生前是信仰耶稣多年的基督教徒 近五六年来 生理状况一直较差 医院诊断为紧随炎 无法根治 经常出院几个月 再入院几个月 今年年初以来更为严重 从二月住院以后 再也没能离开床了 医生几次下发了病危通知书 母亲一整天感觉浑身难受 无一刻停歇 或许是我母亲累劫 几经式的业力现前了吧 母亲需要别人整天大力按摩肌肉 甚至用力捶才会舒服一些 感恩诸佛菩萨慈悲加持 也许是我母亲的佛缘终于到了 我在五月中旬去医院陪母亲的时候 带了一个念佛机放在母亲病床前 再次力劝我的母亲念阿弥陀佛 再加上我父亲的大力斥责 你听别人信了那么多年耶稣也没见你好 现在你自己儿子的话你都不听 那你还听谁的 在这里感恩我的父亲 也许是她的这句话振醒了我母亲 从此以后 我母亲就每天跟着念佛机念四字阿弥陀佛 因为家母经常气喘憋闷 无法念完六字南谋阿弥陀佛 甚至于连南谋是什么意思她都不知道 我跟她讲 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是多么美好 你越是难受 你越要念 如果你的寿命没尽 并会念好 若寿命尽了 阿弥陀佛肯定会来接你 你每天把念佛的功德回向给阿弥陀佛 让阿弥陀佛早点来接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享福 但我感觉她还是对极乐世界都没有多少印象 甚至于回向这两个字经常都记不清 就是这样 我母亲每天都会念 但有家长离短的事实肯定就不会念了 有人来看往事也不会念 因为没多少力气 经常还是在心里跟着念佛机念 要说怎么精进 我觉得我母亲应该算不上精进 但就是这样 在我父亲和大姐的精心照顾下 时间一晃 到了10月9号 当天 我母亲就感觉很不舒服 之前几天 吃饭都感觉味觉很苦了 当晚10分 说话一度没气力 可等我打电话给我母亲的时候 她的精神又很好了 说话和平时一样了 连说 没事没事 不用我们回老家 但在晚上10点多时 我爸紧急来电 叫我们弟兄三个回去 爸说 一开始我的母亲就像平时一样睡着了 睡得很香很沉 可现在再也叫不醒了 直到隔天10月10号凌晨3点多 我的母亲长输了最后一口气 安详的于睡目中 没有任何痛苦的往生了 就像睡着了一样 在此段时间 我母亲的身旁 只有我的父亲 大姐 及一位极好的近房亲戚相伴 我告诉我父亲 大姐 千万不要动我的母亲和哭泣 直到我们会到家 而且 我的父亲还会时不时的提醒母亲 你要是能听见 就跟着念佛基 念阿弥陀佛去极乐世界 感恩诸佛菩萨的加持 我母亲临终时的缘很好 没有吵闹 没有哭泣 没有儿孙在旁牵绊 而这一切很重要 当我们兄弟三人脱家带口的回到家里时 已经是我母亲往生10个小时之后的10号中午了 因为全家人 只有我和妻子儿子姓佛 我们三个马上进入住念 这晚上10点 我的母亲已经往生19个小时了 我们在给母亲换衣服时 母亲浑身柔软 表情慈合 就如同睡着眉醒一样 以至于一个近房叔叔转来转去 看了几圈 还不好意思的偷偷问我父亲说 我母亲真的走了吗 因为她那么多年以来 从未见过一个人走的时候 是如此的安详 换完衣服 把我母亲放到了朱莱的冰棺内 因为北方这个时节中午时分含有30度呢 在两三日后的一次整理时 摸到我母亲的手 关节和小腿竟还是柔软的 此时冰棺的四周早已结满了霜 我母亲下葬时间定在了10月15号 以母亲生前的最大愿望 不火化 实行土葬 木棺材为556尺寸 据说为第二大的尺寸了 需同时有16个壮汉加感才能抬起 因为此段时间 中午气温一直约30度 那么晴热 还要抬那么远 可怎么办呀 感恩诸佛菩萨的加持 感恩隆天圣神的护佑 14号下午 天气突然大降温 晚上大风加下雨 15号一早 天神奇的晴了 而且中午最高温度只有16度 下午大约2点 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 出发前往大约三里外的北山 在棺材抬到从大路 即将转向路西边几十米远 田地里 我母亲的墓地时 一股强风从墓地方向吹来 把先前已放置在墓地边的 纸狮子 纸汽车 纸冰箱 花圈等等 全部一股脑儿的吹了几十米远 吹到了抬着的棺材前 就停下了 此前没有大风 此后也没有大风 像是迎接我们一样 隔天10月16号 以我们当地风俗 一早要前往我母亲墓地送纸前 天还没亮 我们就出发了 特别是当太阳出来的时候 天上瑞相分成 不可言喻 截至中午 随眼可见 天上一条条像青纱一样 飘舞的祥云 此后的一段时间 我回到广州 也一直没有清晰地梦到我母亲 直到我母亲 午期前的一天 清晨四点多时 我梦到了母亲 非常年轻 母亲告诉我 她已经到极乐世界 梦中的我 还带有小小的怀疑 及探寻的口吻 问我母亲说 那你有没有到 七宝池八宫得水呢 梦中我的母亲顿了一下 像是想证明一下什么 弯下腰 就像母亲喂小宝宝一样 嘴对嘴 为了我一大口八宫得水 梦中的这口八宫得水 甘甜无比 无法形容 也就是这一口八宫得水 令我深信 我的母亲已经到极乐世界 而丝毫不疑 为什么呢 因为我四十两年多来 特别多次的在梦里梦到吃东西 但从来只知道一个结果 就是吃了或吃饱了或没吃 而从不知道味道 但这次的甘甜感觉 是如此的清晰 令我不得不相信 而且我刚好这一天下午 还要从广州赶回老家 因为第二天就是五七的正日 我们全家人必须都要到母亲的坟前烧纸的 也许是我母亲想借此机会 让我告诉全家人吧 我母亲往生的真实故事就是这样 从2013年5月中旬开始念 也只能念四字阿弥陀佛 到2013年10月10日往生 不到五个月时间 她甚至还不清楚极乐世界 是如何的不可思议和美好 她只知道难受了 想起来了 就念阿弥陀佛 想不起来就继续 贪吃慢 这能算得上经济吗 念到三昧了吗 临终时更是在睡得很香很沉 觉不醒的梦中 这临终的一念 会是在佛号上吗 可就是这样 大慈大悲 大怨大力的极乐世界导师阿弥陀佛 依然慈悲不舍 接引我的母亲往生西方 试问当下的我们每一位同修 你们哪位教理不比我母亲精通呢 哪位念佛不比我母亲精进呢 你们在担心什么呢 你们在怀疑谁呢 只要你念阿弥陀佛 你命中时 阿弥陀佛绝对会来接你去西方极乐世界 你不去也不行 就是抓也要抓去